2001-02赛季 总决赛两队再次相遇 此时王志志已远赴重洋 胜利的天平开始向上海队倾斜 那么队员呢 第一个他积累了总决赛的经验 另外呢就是姚明在篮下的位置越来越强 他越来越有信心 网络那时候确实是我们已经具备多关的这个实力 2002年4月10号第一场较量 姚明全场21投21中拿下42分 21个篮板七次盖帽 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4月19号总决赛第四场才宁波举行 总比分还是2比1 但领先一方变成了上海队 有欲动 那个原来因为有王志志或许被忽略的人 终于走到了台前 而上海队为了限制住八一战神 特地更换了外援 他是就换了一个有NBA经历的一个那个队员叫彭尔沃 因为他在NBA好像是绝世队 他是曾经打过卡尔玛龙的替补 那一场比赛的最后一截 双方9次交替领先 5次打成平局 姚明得到了56分21个篮板 29岁的张文奇得到了23分 他是除姚明外最主要得分点 那个时候我感觉对我来说的话 我个人生涯当中呢 就是那时候状态呢 从不管从心理也好技术也好呢 应该达到了我个人的一个顶峰 感觉就是有一点超水平发挥了 然后在外线呢 就是得了不少分 现在双方打成96平 好球 张文奇的一个跑投 应该说这个球难度比较大的 难度非常大 今天张文奇可以说表现很出色 但是张文奇也必须佩服柔玉洞 因为这个被封为战神的人 在最后一役 砍下了53分 最后7.3秒 他的三分运中 让8A队在那个赛季 最后一次领先 我们差不多都会用到 一个半人或者两个人去 先防加击 然后去防留一栋 但是还是防的会有很多漏洞 还有6秒 好 刘玉洞 好球 刘玉洞在光阅时射一个漂亮的三千球 现在是122比121 现在是 刘玉洞打手 打刘玉洞 最后一下把球阻击 最后一下把球阻击 大天这时候 现在夏海队以123比120 再上了三一阵 那场比赛 中场哨音一响 当时那个是非常激动 就是一种 就是各种情绪吧 还有一些那种 就是积累 整个联赛积累下来 下来的压力 都在那个瞬间就爆发了 我现在在保管我们的财物 我们的奖杯 在奖杯上找 什么 在奖杯上找 找啊 我奖杯 我没有看过冠军奖杯 然后在全国的吧 仔细看一下 2002年4月19号的夜晚 注定不会平凡 CBA的冠军宝座上 诞生了一位新王 上海南兰在八一主场 尽情庆祝 而体育馆外八一球迷的心情 却像极了那一晚 凝末的天气 永远都是冠军 永远 所以后来我也看了那场 那场 那场 永远都打得特别好 其实也 那是他们第一次拿了冠军 然后 挺不容易的 这是上海篮球人 是上海篮球人 在我退役的以后呢 就是 也是因为当年这些表现 然后 俱乐部呢 就是把那个 我曾经穿过的六号球呢 去做了一个退役的仪式 放在了我们 组成的那些区域馆 参加过那次系列赛的 张文奇 当时是上海南兰的队长 2009年 他的球衣正式退役 姚明在那次夺冠后 以状元的身份 加盟NBA休斯敦火箭队 成为了中国篮球一代传奇 而王志志 直到2006年 才回国帮助八一南兰 获得球队历史上 最后一个联赛冠军 这就是经典 这就是传奇 感谢经典百战第二季的第一集 给我们带来的这份荡气回肠 相信这也为 接下来很快要将进行的CBA的半决赛当中 天王山之战的这个系列赛 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还有十多分钟 山东广沙的第五场激战即将打响了 让我们抓紧时间看一看前方记者为我们发挥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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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